上次說到這晚一更天, 柯貴就照著同那幫劫獄的囚犯定的規矩, 放他們出監牢。 但是臨時就告訴他們, 原來答應給十隻船他們渡過黃河的, 現在一時間找不齊,只有五隻隻, 咦咦,這樣就惹到那個劫獄犯頭領王老五生蝦那樣跳, 拼命叫自己的人, 回到監牢裏面,再商量過。 但是那五六百個犯人, 你看我,我看你, 看著空曠的大地, 再拼多一陣就會自由了, 誰肯再進入監牢呢? 正在想想的時候, 東西南三方點起無數火把, 毫國戰鼓齊鳴, 都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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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路就壓過來, 黃老五一見就更加火鍋了, 一手提起那個來聯繫的玉卒, 含家富貴啊, 你們這樣做是甚麼意思啊? 這個玉卒呢, 是柯貴拿重金掌賞過的, 花名叫做爛頭卒, 雕滑無賴, 爛命一條, 甚麼都不怕, 只要他淡淡定定就說了, 黃老五, 我都說過了, 我都說要拿燈照著我們米大人啊, 喏, 如果你關燈的, 他們還會放箭過來啊, 蛤? 黃老五就趕快把人質米孝組帶過來, 站在燈底下, 果然對方就不再擊鼓鳴閣了, 已經呼吸到自由空氣的人反, 夾本就開始在肉oin咮啊, 有人躲在人堆著旁瑋沙沙的panou, 等了幾個子呢, 還等著什麼呢? 有些我倍rinnет的就意貽涝發呉了, 那臭人ھی王老五, 又隱害又濕氣, 安裝我們將夾子 eigentlich老了, 你以為要讓我們走 更快點, 本來 celui的 assignment 的隊伍就開始騷動了, 嘩,這樣快就已經哀成一塊深, 對吧? 知不覺當,二十幾個精選出來的官軍早就已經換上了籌衣,靜悄悄的乘機就混入了人群,慢慢就放在王老伍的左緊。 這時候那個王老伍急得身水於身汗,看來自己這支隊伍已經暖了大坑,再都不敢拖兒了,陣被一夫,楊斑,落城,渡河呢! 那陣州城的北牆,就起在王河南岸萬丈王土高坡上,就打一條支支營的牛車道,淵然向下通向河灘。 這班人犯下了城,離遠看見有幾隻船就趴在王河邊,好爹!好爹! 之前一陣歡呼著躍,含含地湧過去,搶著跳上船上,說走路。 王老伍和幾個親信,押著米孝組的十幾個人志,就佔了第一隻船, 勝勢力氣,押了半天,這時候還有人聽他敵嗎? 事關原來遇著十隻船,就個個都有份坐,一起過河的。現在剩下五隻,走得快就好世界了,誰肯走得摸? 於是乎,河灘就一片屍打聲,叫麻聲,慘叫聲,被人迫下水的落水聲,根本就聽不見王老伍叫什麼了。 轉眼而已,連王老伍自己的船,又逼了四五十個人上去,有些上不到來的,還押著船邊,有些又吵又鬧要上船。 王老伍都亂了方船,馬上叫,可船,可船,我捉了那個亂裝亂,打船下那些人。 搞得兩搞,那兩盞燈就突然間閉上了,王老伍就大聲說,想死呀?誰出色燈呀? 說那些官軍就在左近,想做戰豬嗎? 官軍不會放箭的,這時候,混在人堆裡頭的柯貴突然間爛笑一聲,打老鼠都要因絕打爛我花瓶的。 你,你是誰呀?柯貴,還不動手? 打!那二十幾個,混了進去這些人群裡面的親兵,在暗中答應一聲,齊齊亮出匕首。 王老伍兇惡了一下,出聲,那個人自米孝祖已經搓掉了手。 這船又小,人又多,又晚頭黑了,被他一時就不知捐去哪兒了。 整船的犯人即時就亂了,哎呦,哎呦,哎呦,誰插我呀? 慘劫聲中,十幾個犯人已經中了匕首落水了。 剩下的那些客人傻了,有些凌凌凌凌凌的跳水逃命。 有些上來拼歌,但是怎麼打一個訓練有數,有備而來的官軍呢? 王老伍見到大勢已去,對著其他幾隻船的人就大聲叫, 兄弟們,留得青山寨,不怕沒有柴燒啊! 爹啊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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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路叫,一路想說跳水逃人。 誰知被幾個人死死壓住,一邊捆擋又一邊拳打腳踢, 幾下手腳就扎到他果精腫那麼實了。 在黑暗中,柯貴冷笑著說, 哈哈哈哈哈哈,你們一個都米仔之意走一脫啊! 你們上岸就知道了,如果扔向南邊邊的, 或者還可以流亡幾個,扔向北邊邊,指頭落亡! 達了一天,乾龍處置辱案的方略,才下達到洛陽,但有時大案已了, 柯貴經叫人清理著犯人死傷逃亡的人數, 除了匪首王老五、徐少山、劉本三人,以下山琴三百四十三個,一百二十一個被亂箭射在黃河灘上,二十八個下落不明。 平息了這場暴亂大案,那些幕僚就前來向柯貴祝賀, 為何準備寫一篇文章奏報皇上呢? 柯貴又說,這件案,雖然說我沒有責任,但也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。 這份奏節呢,要寫三條。 篤府坐鎮指揮,方略明昔,國營將士用命,奮力捉賊得力, 托賴天子洪福,山琴匪首消除隱患,並且請子處分米孝祖。 米孝祖上任無多久,境內就出此巨案,也罪有應得,請皇上依律處置,就這樣寫,愈誠狠就愈好。 幾個師爺啞嘴,啞了半日,才理會到柯貴的意思,定過神之後細心想想, 愈來愈覺得這樣寫,妙不可言。 戰果就明擺著,柯貴親自率領二十幾個敢死隊員,潛入五百個亡命途中,營救地寇人質。 一夜苦戰,幾乎無一漏網,功勞誰都搶不走? 按照柯貴的意思這樣寫,不止省內領情,連皇上也有面光,真是四面零路就百方出彩。 幾個師爺,原來還看少這個二十多歲的新進士,這時候就興奮得不得可了。 幾個師爺當晚就弄了一圍酒菜來,推了叫做游臨的師爺執筆,參巡了一整晚,真是將這篇文章寫得妙不生花。 周節就一息兩份,一份送上省,一份用快馬直帝上書房。 過了二十日,柯貴就接到亭紀,同時還有宣國曬的一封書簡。 柯貴墾鄉綺鄉托賊奉,竟然是自己的吟子。 上面天頭帝國,治路行間,隨處都有潛宮的御批, 後來空白地方,注意兔御批,是比柯貴的。 南奏起甚,興此次處理閃州一案,牆內而謀怨,遵命而基斷,未相我一兵一卒,伸入險地一舉而禽匪手。 據孫家禁周報,你平素幹練精明,可謂朝廷一佳臣也。 積著你監押王某等守空戒驚嚴程,所有幕僚有工人員,步步記名以罪。 米孝祖探查監獄並無過初,為疏於防範,幾致讓城大禍,佛諷半年留任,前任周令,亦有應得之罪,以令子著孫家禁處置矣。 柯貴爾一個小小的知府,得到這百幾字的聖旨,賞識讚許之意,就揚日在子女行間,當然是開心到不得可了。 當日晚刻,就叫了自己同登敵船的二十三個親兵,還有三個師爺叫你,相以押戒王老五等三人進經的事情,眾人一起喝酒慶賀,一直說到二更天才散席。 從河南到北京,一路上就風雪交加,路有難行,還要防範有人劫持囚車,足足用了一個多月,才到達京城。 到了刑部大堂交割之後,阿貴這樣才鬆了一口大氣,過晚回到家,大家上床就先鎖上教,睡到第二天,他接到尚書廣的通知,要他立即進攻近建。 阿貴一刻都不敢停留,打馬飛奔西華門。 他不是京官,就沒有票牌,在門口等了一陣子,看到一個太監出來站在門口大聲問, 哪位是阿貴,是軍機署。 說完另轉身就自己走,阿貴就趕快跟著太監進去。 他在龍中門內軍機署的屋前面站定,報了職名,就聽見裏面宰相張庭玉說,請進來啦。 阿貴,阿貴口上邊,答應一聲,就舉報而入。 進去,見到左上張庭玉盆室坐在礦上邊,押著槍口那張椅,還坐著一個一稟大官,珊瑚頂之後邊插著一支雙眼孔雀花靈,雙手扶著膝蓋,眼靜靜地打亮著自己。 咦,張庭玉等阿貴行完禮就說了。 讓我來介紹一下,這位是雲貴總督張廣氏,浩居山。 張大人,這就是我先頭跟你說的阿貴,以後就是你的屬下副將。 阿貴,張大人,是當今名將,一代英豪。 你改了武籍,到他揮下扮差,要用心去學。 阿貴聽了就很惡言一下,為甚麼呢? 事關知府是從四稟,副將是從二稟,自己一下就進了四級二稟。 嘩,算得是超聲。 不過怎麼都想不到會改成武織,就有些可惜。 但這些是身不由己的事。 阿貴就滿面笑容,一邊跟張廣市打籤行禮,一邊說, 嘩嘩,遙江大節,威震四方,苟仰張大人。想不到今才一見風采。 卑職後學小輩,隨從大人安前馬後,一定揭力辦事,上望大人提攜、教誨。 嗯,起來了。 張廣市大大派派地虛抬下手。 我是你這個歲數,還是個千種,認真是年輕可惠。 你又是國家救神之後,前途無可限量啊。 你在閃州用兵的摺子,在底部已經拜讀過。 很有文采。 不過據我看,如果當時那些犯人出獄的時候,親戀圍捕他們。 那些犯人手無穿鐵。 創促之間,未必能置米之遠於死地。 後邊那些布置,似乎就劃蛇添足了些。 不知你是怎麼看呢? 哎呀,這個張廣市認真是柳文柴。 一開聲就挑剔。 現在含沙射影阿貴,不過是煎了滿人的光才提拔得這麼快。 坐在礦獨的張廷玉,忍不住都皺了眉頭。 不過他做了幾十年宰相,誠虎極深, 趕快插開別的東西說。 哈哈哈哈,這些軍務世事。 以後你們有日子,慢慢再磋傷。 那邊皇上還等著召見的。 稍後再談,稍後再談個。 哈哈哈哈,好了,張廣市小少, 起來向張廷玉打個誘, 和柯貴隨便走出屋了。 哎呀,柯貴即時就產生一種壓抑感。 以後要做他手下的。 眼都定了,看著張廣市的背影。 老闆到他走遠了,才轉轉, 試會對張廷玉說, 中堂還有什麼訓戒儘管吩咐呢? 哎呀,有什麼訓戒呀? 哈哈哈哈。 柯貴呀, 廣市是好識大兵的大帥。 你呢? 你呢? 話畢都是初出茅羅。 在營裡頭,要聽從毫靈, 和主帥和衝共濟呀。 哈哈哈哈。 我聽說你, 不像有些滿人那麼驕傲, 又聰明,又肯讀書, 這個長處人所難能呀。 現在國家沒有大興兵, 趁有空就讀多些兵書才是呀, 千萬不要臨急抱佛腳呀。 或者你覺得, 我這些說話沒什麼用, 第二人你就會明白了。 老一代, 能夠帶兵的為數不多, 數數賣賣, 就得惡中期, 張廣市。 新一代的, 還沒摘起, 所以只要有苗頭, 升遷提拔是很快的。 傅行都是文官呀, 這次出陰差, 皇上就命他, 在光節指揮月兵, 現在讀的都是兵書, 留心軍務, 比政務還要落力呢。 文改武, 是真正的器重, 你千萬不要當一般的事來看呀。 啊, 正在那裏講講一下, 太監高無庸就進來了。 張誠, 皇上叫你和柯貴進去呀。 張廷勇和柯貴, 就跟著高無庸一起養心殿。 他倆一進養心殿天井那裏, 就聽見傾框一聲, 好像大殿女頭扔爛了什麼樣。 留心聽一下吧。 聽得出, 原來乾隆在大殿女頭大聲地說人, 你這件事求誰都沒用。 你要告訴他, 求人就不如求自己。 上邊的慈禮公回老佛爺, 就說朕已經處置過了, 晚點再去請安, 等朕親自跟老佛爺講。 張廷勇和柯貴就連忙站定腳, 聽見殿女頭, 好像有人小聲地說話。 又聽見乾隆很不耐煩地說, 知道了知道了, 嚕嚕嚕嚕嚕。 他傳誌呢, 見到陸公、 刀總管、 太監大英, 連著白曬, 一路走出來。 經過他們兩個身邊的時候, 大英正是向張廷勇打了個衣, 急急地走開。 張廷勇帶著柯貴進去, 見到乾隆翅在背後, 在大殿上瀑來瀑去, 生氣爆爆地, 被工女蹲在地上, 偷偷扔碎了個衙片。 兩個人見到禮, 張廷勇就問, 皇上, 你發生氣嗎? 唉, 是啊, 我發生氣不是公事, 鄧飛, 今天他跌了一小時, 拿棍打死一個工女, 聽說朕要處分他, 他自己不夠大面, 就把那那士去老佛爺撞目中, 大英的老佛爺派來的。 現在皇宮的風氣和外頭一樣混帳, 看見朕是廣校到, 動不動就求太后。 皇上, 你不用為這些小事這麼生氣啊, 我朝歷來, 皇后奔非, 心仁厚德, 殺工女的事, 不是經常有的。 如果放在明朝, 日死幾個, 有什麼出奇啊, 根本就不值一提啊。 唉, 朕已經廢了他的非衛了, 雖然說有主奴之分, 人命至關重要啊。 先繼在山的時候, 在太陽底下, 都要避開人影來走路啊。 以前也有幾個工女, 太監犯錯處分, 有些吊頸, 有些跳井, 真是說他們忍不住道氣, 自盡啊。 哪有無端端一個山丫屋的人, 為了拿茶給他錄親客的手, 罵他的時候分辨了幾句, 就更生被打死了。 傳出去, 好好聽啊, 後代子孫, 如果愚法仿效, 你說會讓出什麼和事啊。 唉, 好了, 不要說那些了。 柯桂, 亭玉先頭跟你說過了嘛, 見到李家主帥, 張廣誓沒有? 見到了啊。 柯桂本來聽到發誓牛鬥的, 嚴謀公身回答, 皇上栽培恩高於天。 奴才這次有兩個想不到的, 想不到改了武織, 想不到升遷得這麼高。 奴才原本的心思, 無論去哪一道哪一府, 都好好地做一個地方官, 實實在在跟朝廷辦些事, 造福一方百姓。 現在改了武織, 看來什麼都要從頭學起咯。 嗯, 乾隆點一下頭, 定了眼睛看了柯桂一排才說, 平勇是朕的左右手, 朕有什麼就說什麼。 是朕, 朕起用你, 心裏面不存在滿看之見。 朕本來想著靠老神來辦事, 但現在看來, 靠不住了。 父皇用的都是稀朝的人, 傳到朕到, 已經個個都老了。 朕現在還年輕, 要陪有一批年輕人上來, 慢慢取代才行。 平勇, 鄂爾泰他們都是很好的大臣, 是幾十年精中選, 精中選上來的, 已經經歷了幾代, 現在該退的退不下去, 就是後繼沒有人。 平勇, 你平心而論, 是不是這個道理? 張平勇就說, 皇上真正是深謀怨女, 人才代代有, 不過是沒有用心來選拔, 那是載上我的責任, 臣十分殘愧。 朕沒有責備你的意思, 現在是談心。 至於說文職武職, 沒有一定之規, 朕要的是文武全才, 改了武職, 還要繼續讀書, 要有志氣。 朕要做聖祖的一代領主, 你們自己又要爭氣, 做一個有守有為的賢神。 朕沒有什麼交代了, 柯貴, 你跪安。 看來乾隆就要重用這個柯貴了, 他有沒有看錯人呢? 要知後事如何, 請聽下回分解。